Hello 大家好 我是方健宜 有到建功的高峰期 有些人开口盯着你 但有些人一见就请你 这一集我会和大家讲下 建功前的准备功夫 面试之前很多东西要准备 最重要是你们写那份CV 因为很多时候老板 都是基于你的CV 你要问你的问题 知己之余 知彼都要百战百胜 所以事前最重要的 多看公司的资料搜集 例如公司架构 理念 竞争对手的资料 和留意最近的那行有没有什么新闻 顺带一提 除了基本资料的准备之外 还有没有人知道的小提示 就是如何表现自己的老板提 不是吹水 不是玩你 又不是开玩笑 无论你做过多少大事 有多少三寸不烂枝舌 也好 要老板记得你 只拖是不够的 如果你有东西 就给它看 例如就是你的组织 但没理由叫老板 围住你的组织 所以就要插个projector 但又要带转插去左插右插 如果你的组织 有齐插位的话 那当然最好 面试当日最重要是带齐CV 学历文件和作品集 面试当日最重要是带齐CV 面试当日通常都会比较紧张 所以出门口之前 记得带定包纸巾 以防去到的时候满头大汗 另一个令到自己不会满头大汗的方法 就是轻装上阵 没有一丑意愣地搞到那手不成西 带部轻便一点 既然有内容的notebook 那就万无一失了 好了 现在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会和大家说一下 见黑常见的问题 还有一个Q&A section